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国际交流方面相当的热络 我看到的是108学年度 有来自于澳门 香港 新加坡 日本 越南 差不多有6所学校来访 相当的多 同年度长一高中也有队伍前往日本 马来西亚 以色列 韩国 菲律宾 这是我看到的资料 因为109学年度就是疫情了 所以应该这边的资料就没有 苏妮佑 这个部分是不是有哪一些交流 是让你留下比较深刻的印象 可不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首先先介绍 就是在澳门跟香港的部分 我们着重的是在体育班的交流 其实这个已经有非常多年的历史 新加坡在每一年有一个书香访问团 他都会定期到台湾来访问 长一高中也是他其中的一站 在日本的部分 从106年起 我们有推动日本国际教育旅行 我们有三个地区非常友好 一个是南宜斗丁 丁长也亲自带领 他所有的学生跟老师 到太平来Homestate 另外还有严守县 严守县他每一年都会 他们有绿丰高校 都会到我们台中市玉毛屋 来进行日本商品的一个展售 那我们都会带学生跟他互动 那另外还有就是宫崎县 宫崎县也是我们非常友好的县市 那这是日本的部分 那我们也配合政府的新南向政策 我们跟国教署来申请新住民的深度国际交流 那在去年越南黎明国际学校 也带领了师生到长一高中来访问 那同年度我们也到日本 还有马来西亚来进行相关的国际交流 那比较这里是比较有特色的 就是也印象比较深刻 就是我们到以色列来进行访问 那这个以色列的第二大城市叫佩塔蒂克瓦 他跟我们台中市是姐妹市 那在佩塔蒂克瓦跟台中市 有签订各项的交流活动 那其中有一项是教育的交流活动 那在去年9月份我也非常荣幸 我代表台中市 我带领了18位的师生到以色列来访问 那以色列原本是预计今年要回访 可是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就没有办法成行 以色列我们一般都比较陌生一点 虽然说从报章杂志上面 都常常有看到以色列的消息 但是坦白说我们对以色列是 是没有实际到访过的经验比较多了 是我们前往以色列的时候 因为我们有18位学生 那要取得家长的同意 那家长开始就非常的担心 他说以色列中东地区是不是会有战争 过去会不会有危险等等 有这样的一个疑虑 那其实我自己本人从来没有到过以色列 那我们要出发之前 我们跟家长的疑虑是相同的 但是肩负着城市交流的任务 我们还是要去前往 那到了以色列以后我们才发现 其实以色列跟台湾非常非常的相似 包含它的人民 包含它的整个土地气候各方面 而且以色列它是非常的平和 根本不是像我们外界看到新闻上面报导 好像里面都很动乱 在这个街上随时都看得到战车 那倒是他们的军人是随时都佩戴着枪 而且在一些特定的地区都可以看到军人 那这是我们刚到以色列的一个印象 因为陌生嘛 所以有很多说不定我们存在的一些 所谓的刻板的印象 中东那边就是充满的战乱 对不对 那好像那个伊斯兰教就一定是恐怖分子 这个都是一些错误的观念 那透过这样子一个热络频繁的一个交流 我相信学生的视野应该是有所提升的 就像刚刚您说的 你没到过以色列 你就不认识以色列 但去了一趟之后 就会破解很多迷失 那是不是可以请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 长一高中在规划国际交流 你们所采行的策略是什么 好的 国际交流其实就是拓展国际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环 那我们在规划国际交流 除了我们原来原有的体育方面的交流之外 那我们也配合国教育的政策 刚才所讲到的国际教育旅行 还有我们所讲到的新住民的国际交流 那么也希望能够不断的来拓展我们的姐妹校 那因为也有这样政策上面的一个机缘 所以我们跟以色列也维持了一个非常友好的一个关系 那另外在我们每一次交流之后 我们都会尽全力的来跟对方结为姐妹校 那像在韩国釜山的金海外语学校 也是长一高中的姐妹校 那包含刚才所讲到的越南的黎明国际学校 那这样子都可以有助于我们的学生 在参访以后可以继续来跟对方的学生来进行交流 那目前我们有三个区域 还包含日本 总共四大区域的这个友好的学校 那也拓展了我们学生的一个国际视野 很用心的规划 这个而且是不是一次性的 单点式的就去参访完之后就没事了 是建立一个长期的合作的机制 是另外我们参访回来以后 我们都会在我们学校的中廊找一个时间 就是以一个礼拜为主进行文化周 比如说在我们去参访以色列回来以后 我们在中廊的LED的这个长条电视里面 我们就会播放跟以色列相关的一些文化 那我们在一个礼拜到礼拜五 配合我们学校的这个社团还有联克活动 我们就会办理有奖争达 只要我们交流完了以后 大概一个月把相关资料整理 就有一个文化交流的一个有奖争达活动 是很好 就是它是属于一个整体性的 有前中后 是 然后没有去的人 也能够同样享受到类似的一些的涵养 是 好 那校长有提到那个长异高中 你们有成立了双语实验班对不对 是不是请校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当初要成立这个双语实验班的一个背景 是什么 这个双语实验班啊 它的缘起啊 还是要归功于我们108课纲 那我们在108课纲 因为有多元选修的课程 那各科各领域就必须要来开出多元选修的课程 那我当时看了以后啊 我们英文科所开出的国际新闻 还有英文绘本 还有国际的英文旅游等等相关的课程 我觉得非常好 那在我个人啊 曾经在国教署办理实验班业务 结果我一看 这个就是我们当时在办理业务里面的实验课程 所以我就跟学校的老师啊 就谈到这件事情 那我们也跟教务处啊 做了规划以后 就形成了一本实验计划 那么经过课发会 还有校务会议啊 通过以后 就正式的来成立双语实验班 这个对你来说是小菜一碟 客气 这个树林啊 在国教署戒调期间 他就是从整个一个实验教育法 大概就在他手上去把给整个弄完 承办 对承办 这个听说外界是 称呼你是实验教育之父 我是实验教育之父旁边的承办人 这个讲的言之 树林在实验教育这方面 我们必须要承认他很有他的专业性 所以他利用他的专业性来协助长一高中 就他们的现有的优势去成立了他们自己的实验班 我觉得这个是非常聪明的一个做法 那你们目前是成立一个班吗 是每一个年级一班在高中部 那目前到第二届就目前有两班 第二届了 那未来总共会有三班 是 那一个班级是说多少 那班级人数其实在实验班并没有设限他的班级人数 那我们就依照目前合科班在公立学校高中是35人 那我们就每班以35人为主 那他的招生方式是 实验班其实他跟一般的合科班是不太相同的 比如说我们学校要成立体育班必须要由主管单位来核定你是体育班 那舞蹈班音乐班甚至自由班都必须要经过核定 那实验班他所核定的不是班 他核定的是实验计划 是 他核定实验计划以后 我们就将现有的其中一个普通班来实施这个实验计划 那当然实施的这个内容就要跟当时我们送主管机关所核定的课程 还有相关的活动内容要相符 好 那既然是实验班 他的课程规划应该有一些不同于普通班的特色 那是不是校长跟我们介绍一下 你们这个实验班他的课程规划的一个情况 好的 双语实验班他设立的一个前提还是要依据高级中等教育法所定的课纲 那也就是在课纲底下他可以来调整他的课程 那课程调整的最后结果 学生必须要符合高级中等学校的毕业条件 这是实验班的一个非常重要遵守的一个原则 那我们除了刚才跟各位报告我们会有实验课程之外 另外我们也针对老师的教学来进行更精进的一个方式 那我们也非常幸运 就是在长一高中目前有外籍教师 刚好就在本区就是太平区 李立华议员他在议会有咨语教育 那也是希望教育局能够将太平地区做一个双语教育的实验区 那当时教育局也是云诺 所以我们就是趁着这样的一个政策实施 我们跟教育局来申请外师 所以刚才跟各位所报告的协同教学 都是应用在我们这个旅游英文 英文新闻 还有我们的英文绘本的所有的实验课程里面 那另外在正课的英文课里面 那我们也请老师来实施部分课程的全英文授课 全英文授课 那另外部分的这个课程也跟外师一起来协同授课 所以你们现在有几位外师 目前学校有两位外师 两位外师 都是市政府他们配合这个实验计划 是 一位是国中部 那一位是高中部 是 那所以外师的聘任是由你学校来聘任 由市政府来聘任 市政府聘任 然后播给你们用 对 所以你们学校是配到有两位来搭配你们这个实验班的课程来进行 是 原来去年是一位 那今年 因为台中市政府有在新增预算多聘一位 所以在高中部又有多一位外师 我在简报里面有看到苏林兄你跟外师在做协同教学 是 跟我们讲一下好不好 我看你这个画面还蛮认真的 是 其实在推动协同教学 当然校长是基于课程领导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责任 那有很多的课程 如果校长能够先旅行来推动 我想可以带动老师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协同课程 那跟外师共备其实大家觉得好像有点困难 甚至说好像英文要很好 那我们在推动双语其实有很多不同的理论 那我有看过有很多种方式 那其中一种是沉浸式的 就是从头到尾都要讲英文 那另外一个就是利用我们专业课程来教授英文 就用clear的方式 那当然都有它的一个困难点存在 那不同的派别 他所讲的方式也不太一样 那其实对于我在学校推动 我倒是没有想那么多 我只是想说如何能够增加学生来接触英文的机会 所以我在多元选修课程里面 我就找了几位老师先来进行试行 那我跟老师说 其实我们想一下 我们在大学的时候 大学教授是怎么样来授课的 那大家都有经验 大学教授的教材是全英文 但是大学教授他在讲课的时候 应该就只有专有名词 他会念英文给我们听 其他大部分的时间都是中文 我就先跟老师来沟通 我说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教授方式是否可行 那我先采取是以单点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一个事情 那因为我们现在推行108课纲 如果你马上邀请老师 这一堂课从第一周上到第18周 我想很多老师一想到 他就觉得压力沉重 立刻会拒绝 那我是先请老师以两节课到三节课 一个简单的单元 是不是能够来试边教材来试行 那这样子老师同意以后呢 我再加入外师的元素 像我目前这学期要来推 我自己是生物科老师 我就先找了物理科 还有化学科 那在生物科里面 我跟外师一起来共备 那就先将我设计好的教材 我让外师来看 那外师看完以后 我就跟他来讨论 那讨论以后 就算外师对于这些专业课程不是很熟悉 我也会写一段 跟这一个单元相关的英文 哪怕是请外师用念的 把它念出来 我觉得都可以达到双语的效果 那这是我们逐步推行 那我不知道说 这是很正确的方式 还是说还需要再加强 但是我要跟大家报告的 就是一定要先开始 如果你没有开始 永远没有办法达到目标 那以我们目前学校的现况 我这样子是已经开始 而且生物三节课 物理三节课 化学三节课 再加上每一个科目 可以一到两节课 让学生来发表 刚好凑起来就会达到18周 那我们就可以在多元选修课程里面 开出一个双课 而且是可行的一个课程 是 这个我们在听苏林校长在分享的时候 你就会感觉到它是充满了一些理想性 但是也具备了一些的实物性 先求有再求好 是 然后试点再从线面 点线面逐步去布局 我认识苏林兄很久了 所以我常说苏林校长是一直给人的印象 就是充满了阳光 所以我都开玩笑 他是我们校长界的阳光男孩 谢谢 而且通常那次 他展现的态度就是很积极 懂于认识 各位你可以从他刚才在分享的过程里面 就是说 这件事情我想要做 但是不要先说全部都准备好了 我才就要去动手 那你永远没有开始的一天 就先去做看看 所以我记得 那时候苏林校长就有曾经带了 亲自带了学校师生 来到我们新大副中 来建学我们师妹妹老师的国际视讯课程 那我们当初也邀请你们来 参与了几次的一些的活动 很讶异的 我最近看到贵校在这方面 也已经很稳健的上路了 从简报里面 我也有看到你们也有一些的成果了 是不是也请校长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目前达成的一些成就 还有你们这一路走过来的一个历程 好不好 讲到这个国际视讯 我要借这个机会 特别要感谢新大副中 还有我们永远校长 还有师妹妹老师 我是很真诚的讲 这个提息 长一高中 那这个国际视讯 这个缘由 就要再讲到在101年的时候 当时我是借调在国教署服务 那其实新大副中在推动国际视讯这一块 已经做得非常久 也非常有成效 所以当时师妹妹老师就写了一个邀请函 邀请当时的国教署署长吴青山 吴署长来参与他国际视讯的发表 那因为署长的行程比较多 所以署长特别要我过来新大副中 当时还是国大礼时代来这边看看 我看了以后非常感动 我回去跟署长报告非常好 那署长就大力的支持推动 所以那时候是我第一次认识国际视讯 那接着我就开始来推动这个国际视讯 那也经由这样的不断的推动 让我学习的非常多 我到了长毅高中以后 我特别来拜托新大副中 能够来辅助长毅高中的整个国际视讯 那也非常感谢勇言校长 非常大气 立刻就答应 而且师妹妹老师 也带着我们的老师 还有学生一起来做 那其实国际视讯 说简单不简单 说难也不难 但是呢必须要累积经验 必须要有人带进门 如果你刚开始自己摸索 的确难度是非常高 那借由有经验的学校 来带着一起来连线 然后呢有经验的学生 来教导没有经验的学生 那逐步可以完成 那我最先开始是106年 就来到新大副中学习 取经 那同时也带着我们的老师跟学生 那到今年是109年 终于我们慢慢长大 在今年呢 也在上个月10月22日 我们就独立的完成 跟越南黎明国际学校的视讯 而且这整个视讯的规格 还有过程要求 完全是符合新大副中的标准 所以呢这个我也是特别感到有一些些小小的成就 很棒啦 很棒 树林兄太客气了 我有从你们简报里面看到那个画面 应该是非常的有模有样 我只能够说这个其实我刚刚就一直看着你在讲 我就在想到说 同样呢有来受邀我们参加 跟我们一样像你们这样子来参加我们活动的学校 其实不止你长一高中嘛 但是呢 沈树林他就是可以带回去之后 你们学校就长出来了 是 所以这个各位你们没有感觉到 就是说刚才他在谈那个实验班 还有现在在谈国际视讯 很多新的东西 他就有一个门槛在那个地方 你如果一直认为那个门槛很高的话 你永远都跨不过去 但是你愿意开始去做第一步的时候 其实就是刚刚您说的 他有没有很难 也不太容易 他有没有很简单 也真的有点难 但是这个东西就是 你愿意去跨出第一步的时候 你就有机会进入到里面去 我恭喜这个长一高中 这一块你们真的是 应该已经进门了 进门了 我想是因为做得更好 还是要谢谢新大附中的提息 哪里哪里 这个是美美老师他们那边愿意来协助 我觉得他们目前可能做得还比较好的地方是他们已经有一个team在做了 我觉得这个部分是我观察到蛮好的地方 当然老师很愿意投入用心 这个也是我蛮敬佩的事情 好 那除了国际视讯 长一高中我看到还有一个叫做国际新闻的课程 对不对 是 那这个部分 你们有每一周的国际新闻的剪辑吗 是 我觉得很不容易 我很好奇 是不是请校长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们是如何去推动这个活动的 好 这个国际新闻也是符合当年我在国教署办的其中一项业务 那当时我们办的业务有三个 一个是就是刚才讲到的国际视讯 那另外一个是国际新闻 那另外一个是大手牵小手 那国际新闻原来的计划就是设定在每周会有国际新闻 希望全校的学生都能够来关注这个国际新闻 除了在谈论娱乐版之外 那是不是能够比其他学校的同学更能够了解目前社会上 国际社会上面所发生的大事 就基于这样的一个基础 我们就请 当然这个就是要请英文老师 在每周来收集国际新闻 那我们的这个新闻是希望每周能够二到三则 国际上比较重要的新闻 我们会把它翻成中文跟英文 对照的版本 那会在我们学校中廊的一个大的LED电视墙上面来播放 所以学生走过去以后 不管他要不要看 他至少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画面 再加上我们每一个礼拜 召会或者是其他一些活动 我们都会提醒同学 问问这个礼拜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国际大事 那从106年到去年108年 我们已经把所有的新闻汇集出来 有两本的这个国际新闻的一个教材 那这个我们目前是希望先放在双语实验班 作为一个国际新闻的教材 我看看试让以后 看能不能有机会再推广到全校 我看到你们好像还有建置一个摄影棚 对不对 是 那这个摄影棚好像还有训练学生当主播 是吗 那这个摄影棚 这个就是要再感谢另外一间学校 园林高中 其实园林高中 他们也一个英语实验班 他们长期以来对于英语话剧 还有英语新闻的播报是非常有经验 所以在107年的时候 我们就到园林高中来参访 那我们看到园林高中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摄影棚的一个建置 所以我们很快回来就请老师来进行规划 那再配合学校有大船舍 那大船舍就先进驻来了解一些器材 那我们每一年在下学期会有推增申请 已经进入大学的同学 就让他们专心的来操作整个相关的仪器 来进行英文播报的训练 希望他们也可以在学习一技之长 那也可以利用这样的一个能量来帮学校 不管是在外宾的宣传 或者学生本身的一个备审资料的制作 都能给予更高的能量 是 现在目前我在有校里面看到的除了英文课程之外 一些的国际教育的一些增广的活动 除了像我们学校有国际资讯 那您这边刚刚有提到还有一些国际新闻 新闻的播报 像文化他们也有校园新闻的播报 你刚刚提到园林高中也有 那还有一些就是像那个模拟联合国 也都是属于用英文为工具 然后去刺激增加学生对于国际的事件 或者一些的文化的了解 人家做这么多 你们学校就给人家做了两件了 这个不容易 这个师傅林兄你们这个能量很满 这个给你们很大的肯定 谢谢 那除了前面的课程跟活动的规划 长一高中在衔接国外的升大学进入方面 我看你们也做了一些努力 那这部分是不是校长也跟大家介绍一下 贵校在这方面的做法 那在升学的部分 当然我们就是会辅导学生来进行国内升学 那如果学生想要来进行国外升学 我们目前有跟 在台湾有一个国际学生中心 那跟他一起来合作 那这个国际学生中心啊 他会有一些跟他委托相关的大学 来进行对于我们台湾的学生 要进到外国学生的一个路径 或者是他的一些协助 那我们目前有跟国外大学签约的 总共有三所大学 第一个最先签订的是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大学 那接着我们又跟英国的雪菲尔大学 以及澳洲的雪梨大学 目前有这三所学校 那这三所学校的世界排名 大概从50到70名之间 也算是优质的学校 那在签订这样的一个大学升学进入 除了你要到学校去念的时候 会有一些专人来协助之外 那另外他也给予我们一些优惠 就是入学的一些保证 那在这些学校啊 他入学成绩最重要的 看亚思成绩 那亚思一般我刚才讲 这几个学校都落在6.0左右 那如果是由学校来推荐 他也跟学校比较友好 他会给予我们一些保障的名额 在亚思5.5 他就可以允许我们入学 那至于到学校以后 他要可以直接去衔接 或者还要念一些语言学校 那个就是要看当时同学的一个表现 那至少有这样的一个合作进入 我们也开启了跟外国合作的一个开端 那这三所大学在每一年 都会派教授也好 招生人员也好 都会到学校来进行专题的讲座 那今年是因为有疫情 所以我们定在12月8号 我们会来做一个视讯 好 谢谢苏林校长 我们今天听到苏林校长 跟我们介绍 非常丰富的长一高中 在国际教育方面的努力 我觉得他们除了整个课程 还有活动都非常的多元之外 更让我敬佩的是苏林校长的 对于推动这样子一个教育的一个决心 跟恒心毅力 那当然长一高中的老师们 也愿意跟着苏林兄这样子打拼 才有陆续有一些这些的成绩出现 那当然这个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我也期待长一高中 能够继续的再往下走得更稳健一点 这个我想我们都很期待 那这个单元是我们幸福来敲门的单元 最后我想邀请我们苏林校长 是不是也借这个机会 跟我们年轻学子讲一些的勉励的话 好谢谢 那我在这边也希望我们所有的学子 能够勇于去尝试 勇于去创新 只要你愿意踩出你的第一步 目标就在不远处 谢谢 好谢谢苏林兄 我想今天他送给大家的这一段话 也就是他自己的最佳写照 好非常谢谢苏林校长 今天接受我们严选好学的一个专访 也感谢各位的收听 我们严选好学 下次见 再见 谢谢